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有些同学语言一些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比如说现在我定义了一个什么的 我定义了一个 我现在定义了一个特质 比如说特质 这个特质叫什么呢 特质叫比如说叫animal animal一个动物 比如说动物 动物里边我们定义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定一个方法 比如说def定一个run方法 我定一个动物能跑吧 不能跑 我定一个run方法 然后我也不给实现 然后我再定一个什么呢 嗯 比如说我再定一个特质 对吧 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呢 嗯 比如说这个是animal 比如说我们这边再定一个 嗯 道个方法 对吧 比如道 道个里面我们也定一个 啊 定一个define 定一个run方法 对吧 那现在道个和run 道个和animal里面说都有一个run方法 对吧 那比如说将来我们再定一个具体的 具体点的 比如说 猫 看 是看的吗 屁个 嗯 你喜欢这个是吧 很难 你要屁个啊 OK 我们让屁个 然后 这名字起的有点不太好 是吧 一个分子 我们让它继承什么呢 animal 对吧 我们让它继承animal 对吧 你别看这个animal在我们scala中它叫特质 其实本质是不是就是一个接口啊 但是和我们的加入接口就有点不一样 加入接口中你定义方法就是 必须没有实现 对吧 那我们scala中特质啊 这个接口 它可以有实现 对吧 OK 现在呢我们再让它V字一下 我V字 V字谁呢 我还V字一下大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的问题就完了 哎 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呢 这里边有一个run方法是不是 那我们如果不重写它的话 你看这边是不是会报错啊 报什么错啊 他说你这个run方法啊 没有定义是吧 也就是没有实现 哪一个 Dog Dog的没有实现是吧 那我animal里面也有一个run啊 Dog里面也有一个run啊 对吧 是不是两个都有run啊 他报错是报什么 他是不是说Dog的run方法没有实现了 就像这里边能得出一个结论 结论就是啊 你在使用V字的时候 继承多个特质的时候 他是从哪开始啊 他从哪开始编译呢 他从哪开始编译呢 就是他检查的时候 是不是从Dog开始检查起啊 然后再检查animal是不是 他会去找 那如果是这样吧 比如说如果我们把animal和Dog换一个位置啊 嗯 一个tens 然后这个是 withanimal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他又广播了 这个时候报告是什么 他是不是说animal 这个run方法你没有实现了 对吧 这里边其实能躲出一个结论 但是 是不是他继承呢 实际上是先会检测我们的animal的run方法有没有实现 然后再检查Dog 对吧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重写一下 也就是实现一下这个run方法吧 你看他都广播错了 但是问题又来了 问题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呢 这到底是哪个run方法呢 对吧 到底他重写的是哪个run方法呢 这个其实啊 我也没找到答案 到底重写的是哪个run方法呢 其实正常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闷方法里面调用的时候 这种啊 调用的话 他肯定是先会找自己自身类里边的run方法 如果没找到 再回去负类里边去找 是不是意思啊 这个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边有一个疑问 我也没搞清楚 大家可以继续去研究 刚才呢 我跟 A2A看一下这个反面一个圆码 也没找到 这个run方法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边 我们打印一下 比如说print 然后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直接是什么呀 批个点儿 乱吧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跑了 是吧 然后这里边我们还得出一个结论 结论就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啊 然后编译器 编译器 编译器 在编译时啊 会从哪呢 会从右 往 往左 啊 进行 编译 检查 是吧 是不是先会检查 animo 这里边这个 run方法 有没有实现 如果有实现呢 他是不是就认为他有实现 他会往下检查吗 回来了 OK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又是什么问题呢 刚才有一些同学啊 他在实验的时候也碰到一个问题 又是什么问题呢 你比如说啊 你比如说啊 这个animo中我们 比如说这个down吧 down中我们定义了一个直 直类型 比如说是val类型的 对吧 然后这里边呢 然后我们给了搞了一个叫内幕的一个东西 对吧 比如说实验 他在这边呢 他复制了 复制了 复制之后呢 然后他还有一个类 他还写了一个类 写了一个类 这个类叫什么呢 比如说叫class 叫class class 比如说这个是 呃 p个吧 不能叫p了 比如说是 animo的实现吧 动物的一个实现 不知道是什么样 什么样的动物 animo 是吧 然后impl 然后这个类呢 这个类啊 它有一个勾套器 勾套器里边定义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成员属性 叫什么呢 叫name 这里边拿一个name 是吧 然后这里边拿一个name 然后这里边拿一个stream 是不是 这里边是不是有个name 然后呢 然后呢 在我们的dog里面是不是也有个name 啊 现在他们还没有半毛钱关系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要让他们之间发生关系 是吧 怎么办 他们之间发生关系呢 就是我在创建这个 比如说我在创建这个animo 就是new一个animo实现 对吧 诶诶 new一个animo的实现 new一个animo实现的时候 这里边我给他一个name 对吧 对吧 比如说给他一个指 比如说指看毛吧 对吧 可以吗 啊 然后呢 呃 我们最好是把它去分开 啊 这个吧 我们再定一个方法 这边混在一起不太好 咱要把这个 给他看这个 看这个 我再定一个闷风法 就行了 比如说testanimo 然后定一个闷风法 然后我在这里边呢 你有一个animo实现 然后这里边给个什么呢 给个猫看 是吧 然后 比如说这要看他 对吧 然后我在这个位置呢 我wizz一下 wizz一下谁呢 wizz一下dog 是吧 那这个时候有问题是吧 为什么有问题 因为道路里边有个转方法 你没有实现 对吧 然后我们实现一下这个转方法 啊 比如说这里边我们打印一下 punch的 啊 比如说猫是什么 跳 嗯 对吧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调一下这个kite 点什么呢 对吧 可以吧 对吧 然后我再运行 比如说我把这个刚才写的这个类 我给它 去除掉 嗯 然后我再运行一下 诶 你没帮错啊 wizz一个dog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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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e kite 点位置道 嗯 嗯 这个场景 我想想 animo这里边有个name 然后dog里边也有一个name 对吧 他用的是自己的name 用的哪个name 用的哪个name 他自己的name 用的是这个name 对 对 这里边有 啊 这里边应该是有问题的啊 嗯 用一个animo animo都定义了一个name 然后 dog中也定义了一个name 哦 我知道了 嗯 然后我们是动态混入特质 嗯 然后我试一下啊 嗯 这个场景啊 嗯 怎么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一个tens啊 这个地方是到的 然后这里边啊 我把这里边啊 比如说给个实现 嗯 然后这个kite呢 我们在 呃 kite 再roar 哎 这个里边也没有问题啊 刚才那个问题是怎么复现呢 那个 嗯 是吧 这个刚才就是其实有同学出现的问题啊 嗯 嗯 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 他在某一个特质中定义了一个name 然后呢 在一个name中又定义了一个name 然后呢 在一个name中又定义了一个name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啊 我们 用kite kite点什么呢 kite点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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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看的吧 不是看的吧 因为这个name前面是不是没有用任何东西去修饰啊 对吧 没有用任何东西去修饰啊 对吧 这个地方加个name 嗯 你看这个时候他就 放错了 是不是啊 放错了吧 你看啊 我再给他赶过来啊 这刚才应该就是这个问题啊 这个aname 实现里边我定义了一个name 对吧 也就是重选变量 对吧 然后他是用vr修饰的 也就是对吧 提供了一个get方法 是不是这意思啊 然后他在new这个animo的时候呢 我可以让他with谁呢 with一个大个 对吧 然后道个里边有没有实现的方法 然后你要实现一下 对吧 比如说print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再跑一下啊 再跑一下 嗯 你看哎 这个问题又浮现了 对吧 这个时候出现什么问题呢 他实际上是找到了 两个name 他不知道你这里边要找的是哪个name 为什么 你看一下 这个animo中这里边是不是有个name啊 对吧 这里边有个name 并且这个name 是这个animo的成员变量吧 对吧 而你 在new这个animo实现的时候 你是不是with的一个大个 实际上就是怎样 是不是实现了这个大个的结口啊 这个大个里边 是不是自己也定义了一个name啊 那此时是不是就出现了两个name 是不是出现两个 也就是哪两个呢 一个animo在new的时候 构造器自己自身类中有一个叫name 然后你在new的时候 你就混入了一个大个 大个里边也有个name 那你在开了点name的时候 我是找我自己的name 还是找大个的name呢 我知道找谁吗 啊 啊 原谈是吧 找谁啊 大个里边是不是也有一个叫name的 成员变量吧 然后i某里边是不是也有一个叫name的 对吧 那你看到点name 那到底你是找谁的name呢 而且这两个变量民生注意 它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它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这个时候他就不知道找谁了 实际上就出现奇异了 啊 那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你就必须怎么样 你不是不知道该用谁吗 那所以怎么样 你俩都有都有name是吧 我就在我这个位置怎么样 我就重写一下这个name 可以吧 我都不用你们俩了 你这个kite我也不用 你在大个里边我也不用 对吧 我就定一个false 对吧 那我在运行的时候 你猜他还会去这里边找吗 还会去这里边找吗 不会了吧 他去是不是会找我这个重写的这个值 是覆盖的这个name 对吧 就会以他为准 这就是false就出来了 对吧 实际上你这里边啊 就是 这个类中有一个道法 这个类中有一个道法 你在调物上 他不知道调了谁 他也不知道在调哪个 所以就出现错误问题